真言第六章 我儿,如果你做朋友的保证人,替外人挤掌担保 如果你给自己口里的话缠累,给你口里的话绑住 我儿,既然你落在你朋友的手中,就要这样行,好解救你自己 你要自己降悲,去恳求你的朋友 不要让你的眼睛睡觉,不要容你的眼瞼打顿 要解救自己,向羚羊脱离猎人的手,向飞鸟脱离捕鸟人的手 懒惰人啊,你去看看蚂蚁,查看它们所行的,就可得着智慧 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也没有统治者 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的时候积聚粮食 懒惰人啊,您要睡到几时呢? 你什么时候才睡醒呢?在睡片时,打顿片时,抱着手,躺握片时 你的贫穷就必向强盗来到,你的缺乏就必向拿兵器的人来到 无赖汉,坏人,到处使用欺诈的口 他一眼传神,用脚示意,用指头指点 心唇怪谬,图谋恶事 常常散步纷争 因此,灾难必忽然临到 他必突然毁灭,无法挽救 耶和华恨恶的事有六样 连他心里厌恶的,共有七样 就是高傲的眼,说谎的舌头,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事的心 快跑行恶的脚,说谎的假证人 和在弟兄中散步纷争的人 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 不可离弃你母亲的训会 要把他们常常系在你的心上 绑在你的景象上 你行走的时候,他们必引导你 你睡觉的时候,他们必保护你 你醒来的时候,他们必和你交谈 因为,诫命是灯,训会是光 出于管教的责备是生命之道 能保护你远离邪恶的女人 远离妓女谄媚的舌头 你心里不要贪恋她的美色 也不要给她的媚眼勾引 因为妓女使人只剩一块饼 通奸的妇人猎取人宝贵的生命 如果人把火藏在怀里 她的衣服怎能不烧着呢 如果人在火炭上行走 她的脚怎能不灼伤呢 凡是和别人的妻子通奸的也是这样 凡是亲近她的都必不免受罚 盗贼因饥饿偷窃冲击 人不会鄙视她 但如果她被捉住 就要欺倍偿还 要把她家里所有的财物都交出来 和妇人通奸的实在无知 行这事的是自我毁灭 她必遭受击打 被凌辱 她的耻辱永不能涂抹 因为极度激起了丈夫的烈怒 使她在报仇的时候 必不留情 任何赔偿 她都不接受 纵使你愧送许多礼物 她也不肯罢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